嗨大家好,我是Irene,欢迎来到我频道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 如何effective code emailing 来寻找research opportunities吧 那大家都知道申请所有的工作 recommendation letter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尤其对比较academic knowledge base的工作而言 像是工程啊,电子啊 或者是像我们申请住院医师 recommendation letter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 那以IMG来讲你要得到recommendation letter 有两种主要的方式 第一个当然是你来美国做clinical rotation 那第二个方式就是做research 那research其实拿recommendation letter 还不错的一个方式 因为你除了做research new publication 这些都可以放在你的CV上面之外 如果你是做clinical的研究 你在待了一阵子之后都可以跟老板谈说 能不能去跟他的门诊 或者是他有没有认识的同事 可以让你去跟 这样你就可以同时拿到clinical rotation的recommendation letter 也可以拿到research的recommendation letter 那另外一个利多就是最近美国的移民署 刚颁布了一个新的J1 visa waiver的条款 所以过去来美国如果你不是公民 你要做研究的话通常都是onJ1 visa 所以你会需要服那个two year home country residency的要求 不过他们现在把这个取消了 这不包含住院医师的J visa 可是如果你是来这边做研究onJ visa的话 如果你在住院医师的时候可以拿到别的签证 或是你在研究期间就申请到绿卡的话 你就不需要去受这个两年或是三年weaver job的限制 那要来美国做research有几种管道 第一个是official的来这边读书 不论是master或是PhD 都是一个保证你有research阐述的一个方式 那master的话很多人都是来读一年的MPH program 那如果你对研究真的很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来读PhD 那可能就会到四到七年不等 不过好处是PhD他们这边是有薪资的 所以就不像master degree这样你需要缴学费 那这两个你毕业之后都有可能可以拿到OPT的签证 相关的内容我们在上一集的美国工作签证里面有讲过 我也把连结放在底下的说明栏 那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透过connection来找research opportunity 你可以找你自己医学院毕业的学长姐啊 如果你在台湾就有在一个lab的话 你可以问问看你的supervisor 他有没有跟美国合作的伙伴啊 或者是code email link 那code email link当然是一个学问 很多人记了十几封二十几封都没有一个回应 或者是回应是拒绝的 不过我个人有一套记code email的方式 所以我自己的成功率大概是五六十percent 我那时候先锁定了十个人左右 那我最后记出了六封信 中间五个人有回我 有两个人是因为他们的funding 规定不给外国人来做research 所以是拒绝了 另外三位一位是答应帮我做supervision 另外一个他本身是在这边当fellow 他就找了他的supervisor 然后我们后来也合作了一两篇研究 第三位的话是一个youngv 那他找了他的boss 那两个人一起帮我看我的研究 然后我有机会参加到他们department的lab meeting 那最后成功地发表了一两篇的paper 那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研究背景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在生物专研 所以那时候是做比较基础研究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做什么研究 还蛮耍费的 那有在几个实验室待过 可是都是在里面team lab meeting为主 并没有什么真的实际操作 那我唯一的一篇研究是 我大二的暑假去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做了一个月的winter research program 暑假winter research 因为是university of Queensland在Australia 然后我那时候是在psychiatry 跟我后来所有东西都没有相关 过那个的methodology是meta analysis 我那时候会做这个就是因为它有guarantee 会有publication 然后我也觉得meta analysis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式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去待了一个月 其实有三周 那我就学了怎么做meta analysis 然后后来也有一篇paper的publication 所以我在大学期间真的是没有什么做研究 可是我大概知道meta analysis的做法 然后也知道怎么写manuscript 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我一般的code email的格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我是说 I hope this email finds you well My name is Irene A medical graduate from Taiwan 先说明自己是哪里来的 I'm planning to apply for residency in the US 详细地说明你的目的是什么 I recently read your publication on什么什么topic and found it fascinating 马屁还笑拍 然后your findings on什么什么什么 may explain some observation I encountered in my past research on什么什么什么 不要只说your research is fascinating is inspiring 这太肤浅太表面 人家就会觉得 你是不是其实没有真的看过这些研究 那就不会理你 所以你要真的去读过 至少读个abstract 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 那如果你有一些研究的背景的话 就可以像我这篇里面讲的 说 oh your findings may explain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I observed in my previous research 或者是如果你没有部分相关的研究的话 你也可以说 oh I read also other paper and I think your findings may suggest why this paper has this conclusion 反正就是证明说 你有去做功课 你对这个subject是有兴趣的 不要就只是做个很肤浅的台马屁 然后第二段的话我就会讲说 currently I'm working on a project project exploring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topic尽量是跟这个faculty 他的expertise 他的research interest有关 如果你是找大学的教授的话 一般他们都会有dedicated的page 你都可以看到他过去的research 然后他的research interest 一个题目你有很多不同的切入方式 那你可以去想说 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你这个topic 跟他的interest比较相似 这样他会比较兴趣 再看下一步 接下来我会说 my hypothesis is 什么什么什么 and my preliminary results suggest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一样你要先表示说 你有做功课 你不是完全脑袋空空 只是想要去测人家的paper 你要表示说 哦我有做功课 那我有什么样的hypothesis 然后如果你已经有一些初步的data的话 你可以简短扼要的说一下 你的preliminary finding 因为我的strategy是 我找到了一个faculty之后 我会对于他的research interest 去想一个meta analysis的题目 然后就会快速的在popmed上面 我可能不需要真的把所有的 data bases都search过 我可能会只在popmed上面 先找了几篇内容 从这几篇内容里面 做一个简单的analysis 把这个preliminary result include在email里面 让人家觉得 哦你有一个hypothesis 然后你有些初步的结果 这样他比较愿意再配合下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切入重点 就是告诉他 我希望可以跟你合作 我希望你可以supervise这篇paper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manuscript寄给你过目 这样子 那为了要避免他的personal page上面的资料 可能没有更新 他可能现在已经没有在做那方面研究 或是他的research interest已经改变了 我接下来就会给他其他的option 也就是我会说 I'm also seeking research opportunities in the US 然后我会说 to build skills expand my network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就是大概讲一下你的重点是什么 你也可以讲说 and make connections prepare for my match getting recommendation letter 让他知道你的 expectation是什么 然后因为你要求人家给你一个research opportunity 你要告诉他 你会什么东西 你有什么skill 你可以怎么benefit他 所以我会讲说 my experience includes retrospective studies meta analysis and info epidemiology 这些东西就是 你过去做过什么样研究 你觉得你可以胜任什么样的研究 你就把它写在里面 然后examples of my work 就给他几个 你可能已经published的paper 或你写了一些case report 或者是什么 可以support你对这个subject的兴趣 或是可以support你有这方面的skill 那最后就是 please let me know if any opportunities might be suitable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这是最后的结尾 所以我大部分都是会以这样的结构 来写我的code email 那至于要怎么找到合适的faculty 有几个strategy啦 第一个就是去各大学的faculty网页 去找他每个人的research profile 或者是你平常在读paper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哪个人做的研究 是你比较兴趣的 都是可以找到合适的supervisor的一些方式 那我会建议找可能young v 或者是中生代的v 因为他们比较会actively participate 而且比较年轻的人也比较会email 或是其实现在很多美国的医生 非常的热衷于twitter或是ex 所以也可以去那边找找看 那些人常常会在twitter上面 分享自己的research 或者是自己的interest 你可以透过这样子去找说 你觉得适合的人 那通常会在twitter上面发文 其实都是对clinical education有兴趣 然后会希望做advocacy的这些工作 所以通常他们也是比较willing 去收学生的一群人 那至于要怎么找到 这些faculty的联络方式 第一个就是在他们的大学网站上面 有时候会有给他们的email信箱 第二就是他们过去的publication 如果他当过corresponding author的话 通常都会留他们的email信箱 那第三个是如果你这些都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考虑就是用猜的 也就是说通常大学的话 他最后会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像是台大话是atntu.edu.tw 那前面的话 通常就是他们的first name last name 然后中间可能是点啊 海粉啊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去找到这家医院 这家学校 其他人的email格式是怎么样 然后据此来猜 你想要找的faculty 他的email应该是怎么样 反正顶多就是一个查误此信箱 然后你的信被当 或者是你寄到别人 别人不回应你 那也就算了 可是如果寄到的话 就多一个机会 所以我自己其实是没有在美国 真的做过研究 我就是透过这种co-email的方式 找到了一些合作的老师 然后用remote的方式 来跟他们一起写paper 那主要都是我在写啦 我比较少参与到他们自己 实际医院里面的计划 因为那可能会需要IRB这些东西 然后你会需要身份 所以如果你自己本身 有研究能力的话 我觉得透过这条路 也是不错的方式 那我那时候最后找到的 三位老师里面 有两位都有给我推荐信 那另外一位没有给原因 第一个是因为 我跟他的合作是非常短的一篇 比较像editorial letter 那另外也是因为 我推荐信够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跟他要 如果research这个东西 真的是看人啊 你可能也没有兴趣 那你就是专注在你的 clean code rotation 那如果你是要申请 像是内科啊 或是嘉义科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IMG的research 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如果你是要进到 非常competitive的specialty的话 可能还是会建议找机会 来美国当地做研究 这样你可以建立更多的connection 然后你可以参与到 更多大型的计划 那以上就是自己的研究分享 就是跟大家讲讲 有哪些管道可以来美国做研究 然后如果你要用 call email的方式的话 怎么样撰写你的email 可以让你的成功率更高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